付加千金为了给刚回国的男友送上惊喜,开启了全程直播,结果出现了一个女孩和男友举止亲密,于是他立马打电话给快递小哥,让他无论如何拦住他们,他半个小时就飞车过去,在半路途中林嘉一接到爸爸的电话,让他马上来酒店有事要和他说 老爸,你干什么,我有急事啊 结婚 结婚,你要跟谁结婚啊 林嘉一匆忙的来到酒店,他觉得爸爸说的结婚,只是为了骗他回来开的玩笑 哥必跟一个女人在这玩什么结婚游戏呢 姨,你别这样 我要你向我妈道歉 林嘉一一眼辨认出,她就是刚刚在机场的那个女孩,这母女俩够居心叵测的,女儿勾引了她的男朋友,当妈的又勾引了她爸爸 这是铁了心要嫁进豪门了,她坚决不同意爸爸和这样的人结婚 这时新金女拿出她们的结婚证,说就算她不同意也来不及了 林嘉一没有想到,爸爸都不和她商量就先斩后奏 她很生气于是转头就走 然而晚上,新金母女便理直气壮地搬进林家大宅 随后庸人便带着她们到处参观 这么豪华的房子,如果是靠自己的奋斗 恐怕一辈子都享受不到这样的生活 朱琪琪看着又大又豪华的房子 她憧憬着自己美好的未来 当看到林嘉一的房间时 奢华的装饰让她惊叹不已 庸人见状赶忙拉走她,说去别的房间看看 不料这时刚好被林嘉一撞见 气愤不已的就要赶她出去 这时爸爸进来去告诉她 以后朱琪琪就是她的妹妹 而且家里的一切都和她同等 希望她要礼貌地对待她们 从小到大爸爸事事都会顺着她 不会让她受这样的委屈 第二天,林嘉一把妈妈的画像挂满了各个角落 她要让外人知道到底谁才是这个家的主人 爸爸出来看到后大发雷霆 命令他们全部摘下来 林姐 什么我不敢 这是我的家 这是我的家 她就是要挂出来 让那些不懂艺术的好好熏陶一下 爸爸认为她这就是在无理取闹 有眼力嫁人都知道 相恋就是林十月的巅峰之作 三十年了多少人想超越她都没超越得了 连你林十月自己都超越不了 因为那画里面画的就是她的原配夫人 她的初恋 爸爸看到林嘉一如此这般蛮横无礼 于是她生气地拿起一幅画直接撕碎 并说到如果让她再看到这些画就全烧掉 这天是爸爸的订婚宴会 林嘉一把闺蜜们都叫了过来 他们故意在宴会上大声喧哗 并且还破坏桌子上展示的甜品 看着这些玩世不恭的富家子女 所有人都开始纷纷议论 就算这样 爸爸却还是拿她一点办法都没有 虽然她让爸爸丢尽颜面 可林嘉一却一点也开心不起来 本想能在男友这得到点安慰 不成想朱琪琪又打来电话给男友 为了让朱琪琪彻底死心 林嘉一决定跟她来个公平竞争 两人约着一起去东陵山户外穿越 谁先登顶谁就是黄在远身边的女人 林嘉一向来高傲 她觉得最后赢的一定是她 结果没有任何登山经验的两人在山上迷路了 而千金贵体的林嘉一也背不动包了 于是把所有东西都放到朱琪琪的包里 心机的朱琪琪偷偷地把零食放在口袋 然后故意地把包扔下悬崖 可她的手机和食物都在包里 这下好了 如果走不出去不是饿死就是困死在这山里 不知走了多久 这时又累又饿的朱琪琪 从口袋里拿出一包饼干 林嘉一看到说这不是我的饼干吗 这个女人真的太坏了 给我 我的 给我 她环顾了一下周围见没人便慌忙逃跑 在下山半路中碰到了救援队 她故意给他们指了错误的方向 这样就算找到了林嘉一也晚了 可她不知道的是 林嘉一掉下悬崖时抓住了一块石头 正当她就要支撑不住时 这时出现了一个男人救了她 这边父亲得知女儿失踪的消息 亲自带着救援队一起来寻找女儿 朱琪琪这时也刚好看到了他们 她哭着告诉爸爸说是她没有照顾好林嘉一 林嘉一被救上来后 看到女孩拿着相机拍她 而她不知道相机里 已经拍下了新经理陷害她和救她上来的证据 林嘉一觉得这是在毁她附加千金的形象 为了她的面子抢过相机就扔了出去 女孩为了捡回相机 却不小心摔了下去 当林嘉一看到爸爸后 便诉说这一切都是因为朱琪琪 没想到却被朱琪琪反咬一口 说你刚才掉下去还是我找人上来救的你 说的这么坚定任谁都不会觉得是假的 然而刚刚掉下去的女孩也被救了上来 可林嘉一却对刚刚救她上来的人 连一句感谢的话都没有 反而骂他们狗仔队 林嘉一仗着自己是附加千金 没把任何人放在眼里 每天过着灯红酒绿的生活 这天她又是玩到通宵天亮才回来 爸爸硬拉着她去医院给救她的那个女孩道歉 刚来到医院 她接到电话说家里的狗生病了 于是转头就要回去照顾小狗 晨曦看到她这么侮辱她的女朋友 生气地拉着林嘉一来到病房让她道歉 林嘉一则是心不甘情不愿的 随便敷衍了几句 随着她说狗命关天没时间了 还真是没教养 所谓可恨之人必有可怜之处 林嘉一就是人傻钱多 其实她的男友也并非真心对她 只不过是看中她豪门千金的身份 父子俩正商量该如何利用她夺得林氏 这天她约林嘉一出来 说朱琪琪答应帮她拿到林氏项目的计划书 林嘉一一听不服气了 朱琪琪能拿到的她一样能拿到 回到家后她就开始翻箱倒柜 拿到计划书的她沾沾自喜 觉得这是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帮到公司 她还真是天真 不料刚好被爸爸撞减 爸爸并没有察觉到什么 于是指责她不务正业整天就知道忍惑 自从心机母女搬进来后一切都变了 以前爸爸对她无微不至的关心 现在总是对她挑三拣四 把什么好机会都给了朱琪琪 为了不输给朱琪琪 她决定去公司上班 第二天林嘉一在公司会议上 提议把自家地皮卖给男友公司 本以为她是转性了 原来是在打算把自家公司送给外人 爸爸坚决不同意她这样胡作非为 如果有一天您不在的话 我就把零食卖掉 剩下的钱呢 我就和在远一起周游世界去冒险 反正您的钱也是我的 我的钱就是她 没想到一直捧在手心的女儿 竟然说出如此大逆不道的话 然而高傲自大的林嘉一 转眼就把自己的服装店送给了黄在远 得知消息的爸爸压制着心中的怒火 因为自己的纵容才导致她飞扬跋目中无人 可林嘉一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有什么错 她自己的店想送给谁就送给谁 看到她还是这么执迷不悟 于是说出了一只隐藏在心里的秘密 她递给了林嘉一一份文件 富豪千金得知自己竟然不是亲生女儿 既然她们没有血缘关系 那么她也没理由住在这栋豪宅里 董事长念在他们二十多年的妇女情分 给她在公司集体宿舍留了一间房间 就这样她一无所有的离开了住了二十多年的家 然而坐惯了豪车坐驾的她第一次坐公交车 司机让她刷卡 随即就拿出了一张银行卡 看着这个什么都不懂的富家小姐 司机也是彻底无语了 一旁有位大妈告诉她 没有公交卡往那里投钱也行 谁知她又拿出一张百元大钞 大妈看她心思单纯便好心帮忙垫付了 不料这时 她看到了男友开着豪车跟朱琪琪一起 于是赶忙叫司机追上他们 你还真当这是奔驰法拉利了 怎么追啊 没办法她只能下车 这次她非得把那个狐狸精打得原形毕露 上去就宣示了她正宫的地位 她一直坚信黄再远对她的感情 让朱琪琪别胜人之威当小三 朱琪琪说当初黄再远跟她在一起 是因为她是林氏集团董事长的女儿 现在她已经不是豪门千金了 那么她也就没有了利用价值 而且在认识林嘉一之前 他们就已经交往了 林嘉一没有想到黄再远一直在欺骗她 于是跟他们打了起来 朱琪琪把林嘉一养了十几年的狗扔了出去 就这样连她最爱的小狗也离开了她 林嘉一走后朱琪琪在车上捡到了手表 回到家后 她发现手表里发出了滴滴的声音 原来董事长在林嘉一手表里装了定位仪 现在看到定位仪显示还在这个家里 她很不放心她 眼下是赶紧找个能信得过的人照顾她 她想到了自己的好友 也就是陈希的爸爸 陈希爸爸让陈希帮忙找林嘉一 晚上林嘉一又开始耍起了小脾气 陈希带她去吃饭的地方她都不满意 她要去吃闺蜜开的饭店 可她又嫌弃坐陈希的车去丢人现眼 没办法她让闺蜜开车来接 可半个小时过去了都没见到人来 于是她又给闺蜜打去电话 随后闺蜜才姗姗来迟 上了车后她说要去朋友那里 然后就打发了陈希 可陈希不相信有患难见真情的朋友 所以她跟着一起来到了饭店 刚坐下来林嘉一就摆起了大小节的架子 我饿那么多了 我饿了 以前是豪门千金所有人都对她安前马后 现在她落魄了 这些所谓的闺蜜也露出她们的真面目 可闺蜜是怎么知道她被赶出家门的 林氏董事长不可能把这种事公布出来 她质问闺蜜到底是谁在散播她的八卦 我说的 怎么了 这个女人太有心机了 不仅陷害自己姐姐被赶出家门 还在她朋友圈里到处散播谣言 气不过的她直接冲上去打了朱琪琪 她没有想到自己最好的闺蜜 竟然和朱琪琪勾搭在一起 亏她还把她们当朋友 既然她们建立妄议 这样的朋友不要也罢 说完便转头离开了 这边董事长让助理把林嘉一的银行卡都停了 不料被刚刚回来的朱琪琪听见 她心里开始暗暗窃喜 为了彻底代替林嘉一的位置 她把林嘉一约了出来 拿出一张卡假惺惺的说给她救急用 可林嘉一不相信她会那么好心 肯定有什么阴谋诡计 她当然不会平白无故的给她用 她的条件是希望林嘉一一个月以内 不要进入林氏 不要进入林家 跟着两边沾边的人都要远离 她被赶出来后什么都没有了 确实是急需用钱 随后她想到了自己还有一家户外服装店 不成想从店员口中得知 服装店也被林氏收回去了 这也太狠了 连她最后一条路也堵住了 这下她真的变得一无所有 从一出生便是人生巅峰 从未尝过人间几苦 现在的她不知该何去何从 曾经要风得风 要雨得雨的她 现在才发现朋友圈 连一个朋友都没有 正当她迷茫时 走过来了一个猥琐男 看着她漂亮便开始对她骚扰 林嘉一见状赶紧逃跑 结果猥琐男也追了上来 见她这样穷追不舍 林嘉一拿出自己的身份证 交给一旁的大妈 证明了自己的身份 寻求他们的帮助 面对这种猥琐男大妈也不手软 随手便抄起了家伙 男人见状撒腿就跑 爸妈看到林嘉一一个女孩子 在外面不安全 于是把她带回了家里 在聊天之际 林嘉一才知道大妈正是陈希的妈妈 她谎称自己跟陈希的关系不一般 陈希妈妈很惊讶 可陈希从来没有跟她说过 有这么一个女朋友 她突然想起儿子 曾偷偷买过一条婚纱 她误以为是陈希买给林嘉一的 为了证实她的猜测 于是让林嘉一换上婚纱 这边董事长得知林嘉一不知所踪 于是叫上陈希的爸爸 让他们一起帮忙寻找 然而陈希刚回到家 却看到林嘉一穿着婚纱 出现在自己家里 您什么时候成我女朋友了 您哪阵子 听说这婚纱是给您买的了 你看这腰 这肩膀 这裙肠 严丝合缝 你说是给别人买的 她也得相信呢 人家是天上掉线笔 她家是天上掉媳妇 现在陈希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就这么的她住进了陈希家里 可谎言中有被揭穿的时候 这天陈希妈妈来参加同学聚会 好巧不巧的是她和林嘉一继母是同学 在吃饭一起闲聊时 继母说起自己的丈夫有一个女儿 养育了25年 结果最近发现竟然不是自己亲生的 跟她丈夫吵了一架后就离家出走了 出去了这么久一个电话都不打 陈希妈妈安慰她说 这是好事 不回来更好 这以后林氏的财产都归她了 那话也不能这么说呀 已经老林养育了林嘉一这孩子25年 委屈后 她质问林嘉一为什么要隐瞒她的身份 听到自己同学的诉说 认为林嘉一就是一个忘恩负义不孝之人 她指责陈希怎么敢娶这样的人回家 听到她这么说林嘉一很是委屈 我压根就没打算嫁给她 我来你们家就是骗吃骗喝骗感情 我现在没脸在你们家 我走还不行吗 让你遇上孩子 跑出来后 一无所有的她不知该何去何从 现在她身无分文只能工作来养活自己 于是来到了林氏集团应聘 殊不知朱琪琪已经被父亲提拔为人事总监 她是不可能让她回到林氏的 林嘉一看到居然还没上阵就被淘汰了 她知道一定是朱琪琪在背后搞的鬼 认为她就是在公报私仇 朱琪琪说当初可是答应她不出现在林氏的 现在还出而反而 她好不容易才走到这一步 是绝对不会让她进入公司的 正当她感觉没希望了 刚好看到了董事长的助理 她把事情告诉了她 随后助理又把事情告诉了董事长 她问朱琪琪为什么淘汰掉林嘉一 朱琪琪却说她没有行业经验 她一来公司对员工已止气势 显得非常特殊 怕她影响团队的协作 董事长觉得让她进来积累经验 从普通职员做起没有任何的特殊待遇 正好她也可以观察一下她的表现 朱琪琪不明白林嘉一已经不是她的亲生女儿 为什么父亲还这么在意她 既然父亲已经同意她进来了 那只能想别的办法把她赶出公司 于是她把林嘉一不是董事长亲生女儿的事 透露给了公司员工 姚丽莎一直看不惯林嘉一 觉得她是仗着自己的背景才处处压她一头 既然她不是董事长的女儿 那么以后也不用看她脸色 姚丽莎决定要给她一点教训 等林嘉一下班后 她偷偷地把电梯的电源关掉 然而林嘉一有严重的幽臂恐惧症 不出意外最后林嘉一进了医院 这边朱琪琪回去后将事情告诉了父亲 她把所有事都推给了姚丽莎 说她为了执行林嘉一提出的节能新方案 晚上把公司总闸给关了 一不小心把林嘉一给关电梯里了 父亲听到便担心不已 朱琪琪说她没什么事这才放下心 而她觉得这种事故绝不能姑息 我请求给姚丽莎一个处分 第二天 所有员工看到了不告的通知都感到不满 丽莎看到更是气愤不已 又处分又罚心 她在临时工作了七年 从来没有受过这种侮辱 她把这一切都算到了林嘉一头上 而这正是朱琪琪想看到的 为的就是让姚丽莎和林嘉一拉起仇恨 这天公司在颁发特别贡献奖的会议上 为了让林嘉一得不到奖金 姚丽莎拿出了同事的投诉信 第一 林嘉一不过是提出了一个非常不成熟的节能方案 而且这个方案嘴人不利己 还差点把她自己困死了电梯里 第二 林嘉一确实是加班为公司送了设计图 争取了一天提前投产的时间 为公司争取了一些效益 可是对于临时文化的员工来说 加班本来就是常态 还有很多比她贡献更多更辛苦的员工 为什么不可以得到特别贡献奖呢 朱琪琪则是在一旁煽风点火 这下所有人都纷纷提出抗议 散会后林嘉一找到了朱琪琪 她知道是朱琪琪设计了这场闹局 为的就是让她在公司出镜洋相 可她怎么会承认是自己做的 还假好心的说替她打抱不平 随后便拿出了刚刚挑头闹事的资料 因为她了解林嘉一的性格 知道她是一个绝对不会让自己吃亏的人 第二天公司在开招商会议 结果所有的电脑上出现了一份邮件 内容是林嘉一不是董事长亲生女儿的邮件 而且还是从姚丽莎电脑发出的 林嘉一怒气冲冲的找到她 质问她为什么要发那份邮件 此时姚丽莎也感到莫名其妙 就这样两人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唇枪舌战 这时朱琪琪过来了 她指责姚丽莎因为她发的那份邮件 让今天的招商会变成了董事长的新闻发布会 可她根本不知道什么邮件 她本想问清楚是怎么回事 结果怀着身孕的她过于激动晕倒了 朱琪琪见状直接把矛头指向了林嘉一 此刻她面对这么多人 纵使有一百张嘴也说不清了 可让她伤心的是父亲也不相信她 二话不说就开始指责她 今天那个事不是我招惹的 父亲根本不听她的解释 她尽快去给姚丽莎道歉 求得她的原谅 要不然就别回灵使了 随后林嘉一来到医院 她很诚恳地道歉 姚丽莎把这一切都怪到林嘉一身上 所以看到她就情绪激动起来 林嘉一表示她并不是故意的 是因为看到自己的身份曝光 没有控制好情绪才伤害了她 姚丽莎说怎么就认定是她做的 就算是从她的邮箱发出来的 那也一定是有人偷了密码利用了她的邮箱 这时她突然想到 朱琪琪曾经跟她要过电脑的密码 林嘉一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 举着牌子希望父亲能给她一个公道 不要把所有的罪名都夹到她头上 父亲认为她这就是在胡闹 自己犯了错就得承担责任 不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威胁她 见父亲怎么都不肯听自己的解释 一着急脚下一滑直接掉了下来 幸好勾住了衣服没有掉下去 直到陈希过来把她救了下来 这时父亲赶了过来 本以为父亲会关心她一下 结果又是一顿鼠落 她感到很委屈 不管她怎么做 父亲连一个最简单的解释机会都不给她 于是说出她不干了 她就不信离了林氏她就活不了了 虽然她决定离开林氏了 但姚丽莎住院也是因为她 为了弥补自己的过错 每天尽心照顾她 姚丽莎也被她的这份诚心打动 所以她愿意帮林嘉一澄清 然而当来到董事长面前 没想到姚丽莎却突然改口 还真的是一肚子坏水 亏得林嘉一尽心尽力地照顾她那么久 最后却出而反而过河拆桥 也只有林嘉一这么单纯才会相信她 可父亲始终还是不相信她 面对两个心惊女的一唱一和 她根本就不是他们的对手 现在她已经无话可说 所以她选择离开不用再看别人的脸色 离开林氏后她为了证明自己 于是决定开一个快递站 靠自己闯出一片天地 现在她已经不是附加千金 开快递站的资金就变成了她最大的问题 正当她愁眉不展时 她突然想到当初借了五十万给闺蜜美丽 于是她来到了美丽的生日宴 看着这种高大上的宴会 她觉得她已经不属于这个圈子 看着昔日的附加千金现在如此落魄 于是对着林嘉一也是冷嘲热讽 几个月前你在法国邂逅浪漫 你老爸把你所有的卡都冻结了 后来用的五十万是我借给你的 美丽这时开始心虚起来 朱琪琪则是在一旁颠倒是非 说借了钱那有借条吗 当时林嘉一把她当铁蜜 没有管她要过借条 既然没有借条那就是无凭无据 人家凭什么要承认啊 听到这么一说 美丽也开始装傻充愣不承认了 林嘉一没有想到 曾经把她当成自己最好的朋友 竟然做人这么没有诚信 她只能自认倒霉了 这时美丽突然良心发现 承认是向林嘉一借了钱 并道歉说她会尽快还钱 朱琪琪看到没有达到她目的 于是又开始当着众人嘲笑林嘉一 说她穿一身的地摊货太过寒酸 你也不想想你现在一身名牌都是谁给的 当初你也是穿着地摊货住进了别人家 林嘉一不想跟这样的人浪费口舌 第二天 林嘉一来到银行取钱 却发现美丽的还款还没打到她的卡上 于是给她打电话手机也关机了 这不会是想反悔不还钱了吧 随后她找到美丽想问清楚 美丽说已经把钱打到了林氏账上 因为朱琪琪说这笔钱是林氏的 现在她跟林氏已经没有关系了 给她恐怕名不正言不顺 为了表示歉意美丽说会尽快凑钱给她 然而朱琪琪又开始从中作狗了 她忽悠美丽让她投资林氏的项目 满三年后就可以直接转成股份 有稳赚不赔的生意 美丽一口就答应了 可她完全忘记要借钱给林嘉一了 林嘉一等着她的钱要签合同 结果打电话给她却找不着人了 这边陈希的家人得知她要开快递站 于是拿房子出来抵押给她凑钱 就这样在陈希的帮助下 终于把快递站开起来了 这天林嘉一给朱琪琪送去一份文件 朱琪琪却借机故意刁难她 连看都没看就拒收快递 理由 我跟你就不知道这快递是什么东西 知道她故意为难林嘉一也不惯着她 告诉她这么做对她的快递站没有任何影响 如果她平白无故拒收 那只能将她从快递界拉入黑名单 朱琪琪也不想因为林嘉一得不偿失 她只好乖乖签收 不料父亲刚好看到了这一幕 然而她却没有看到林嘉一被朱琪琪刁难时 她只是看到了林嘉一在认真工作的样子 她很是欣慰 证明当初让她出来磨练是正确的选择 原来父亲为了培养女儿成为林氏继承人 故意制造了一份假的亲子鉴定 然后将她赶出家门 让她体验一下社会的艰辛 晚上回去她就跟妻子说起了林嘉一 看到她改变很大 做得也很好 感叹她这个恶人做得也算值了 妻子也很替她开心 提一晚上把她接到家里吃顿饭 让他们叙叙酒 毕竟他们也做了二十几年的妇女 看到妻子想得这么周到 即使林嘉一不是妻子的女儿 她还是一样视如己出 能娶到如此贤惠的妻子 那人生也算是圆满了 随后继母给林嘉一打去了电话 就在这时朱琪琪冲出来把手机抢了过来 如果林嘉一回来了 只会让他们在这个家待不下去 好不容易才过上了这种生活 她是绝对不会让林嘉一回来的 听到朱琪琪的话 为了他们母女俩以后的幸福 她跟丈夫谎称林嘉一不接电话 丈夫也没多想 觉得肯定是很忙才没有时间接电话 趁着她有这股劲便不打搅她了 第二天 董事长接到朋友的电话 说今天有人在她店里出售一款翡翠项链 跟她当初买的一模一样 询问她家里有没有失钱 这条翡翠项链世上独一无二仅此一条 确实是她买给妻子的那条 那就奇怪了 她想看看当天的监控 结果她看到这个卖项链的人 正是她公司里的员工姚丽莎 想当初朱琪琪利用姚丽莎的电脑 曝光林嘉一的隐私 可姚丽莎却把所有的事情揽到了自己身上 导致林嘉一被赶出了公司 回到公司她把姚丽莎叫到了办公室 拿出翡翠项链说她已经知道事情的真相了 姚丽莎一看知道已经瞒不住了 便装起了无辜 说她为了自己肚子里的孩子 鬼迷心窍才会这么做的 董事长知道她也是被人利用 所以她可以既往不救 如果愿意还可以继续留在林氏工作 可是知错必须改 我改董事长 你让我做什么我都做 那你去帮我 让林嘉一重新回到林氏 随后姚丽莎找到林嘉一 她把事情的原委都告诉了林嘉一 董事长也希望她能重新回到林氏 所以让她参加公司项目的设计大赛 这样就能体面地回到林氏 就算回去到时候又有人刁难她 那时又该怎么办 这个我想过了 所以我把你的报名表 加在了朱琪琪审查过的报名表里 如果参加比赛她有这个信心 她也想趁着这次证明自己的能力 这天朱琪琪在查看入围稿件时 看到了林嘉一的设计稿 她很奇怪林嘉一什么时候报的名还入了围 可为什么姚丽莎没有跟她说这事 于是让她给一个解释 姚丽莎说林嘉一参加比赛是董事长特批的 让朱琪琪对这件事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她认为是姚丽莎在背后坐手脚 不然董事长凭什么相信林嘉一 现在她才是林嘉的女儿 林嘉一她算什么 她警告姚丽莎如果再鼓动董事长关照林嘉一 那就让她回家彻底休息 她知道朱琪琪的手段 所以她早早就准备好了产家申请书 只要林嘉一回来了 之前努力得来的就全没了 她一定要想办法阻止 她拿着礼物来到了陈希家里找陈希妈妈 陈希妈妈知道朱琪琪是林嘉一的妹妹 所以也很喜欢她 而朱琪琪嘴甜像抹了蜜 一口一个阿姨叫着 讨得陈希妈妈开心不已 这时她看到林嘉一比赛的设计图就放在桌子上 于是她故意只走陈希妈妈 随后拿出手机把设计图拍了下来 就在这时林嘉一回来了 刚好就看到朱琪琪从房间里出来 朱琪琪见状找个借口就走了 林嘉一好奇她来干什么 陈希妈妈却指责她的态度不好 再怎么说你们也是姐妹一场 回去后 朱琪琪就让工厂按照图纸的设计打板投入生产 然而林嘉一也不负众望 从这次比赛中夺得冠军 这时朱琪琪拿着她让工厂打板出来的产品 拿给了董事长看 说这是公司员工在市场买到的 和林嘉一的参赛作品一模一样 她让林嘉一给林氏一个诚恳的解释 这时董事长也不相信她 林自己那么要用光明磊落的手段 听这意思她已经认定这是林嘉一做的 林嘉一没有想到 他们已经相处了二十几年 父亲连最起码的信任都没有 朱琪琪也接机开始挑拨他们 说林嘉一这么做 不仅是林氏的名誉 还有董事长的名誉 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为了公司父亲说她需要一点时间调查 说到底还是不相信她 既然不相信她那也不用再调查了 她撇清和父亲的关系 然后毅然决然地离开了 随后朱琪琪追了出来 一副小人得志的样子 林嘉一知道是她陷害的自己 可没有证据 朱琪琪当然不会承认 证据 这排字就是证据 原本设计图上没有 可我后来有了改动 所以你的成品就是偷拍了我的饰样 既然她已经赢了 那也不装了 承认是她偷拍了饰样 而且还说出是晨曦的妈妈给她的 林嘉一没有想到 竟被自己最信任的人出卖 回去后 她委屈地把所有的怒火都发泄出来 就是就是阿姨你 晨曦的妈妈也感到很委屈 因为她根本就没有做这样的事 她觉得朱琪琪乖巧 董事也不会做这样的事 而且从朱琪琪进门开始 他们就一直在一起 根本就没拍过什么照片 听到林嘉一这么冤枉自己 一气之下头疼病都犯了 等冷静下来后 他们分析朱琪琪是怎么拍到照片的 晨曦妈妈突然想起中间自己出去了一下 她没有想到朱琪琪这么有心机 与此同时 董事长也从监控里看到了事情的真相 于是把朱琪琪叫到办公室 朱琪琪看到了姚丽莎也在 她害怕姚丽莎把她做的事情说出来 指责她有什么公事来找她 不要越急找董事长 其实姚丽莎已经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了董事长 然而董事长并没有跟朱琪琪挑明了说 只是拿出了一封推荐信 让她离开林市 朱琪琪揣着明白装糊涂 说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她并没有犯什么错 看到朱琪琪到现在还没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她不允许家里面有一个居心捕策 破坏家庭和谐的人 于是送了一套三居室的房子给她 让她搬离林家 如果离开了林家 她就再也没有翻身的机会 但是她也不想看到妈妈的婚姻破裂 她同意离开林家 然后马上出国留学 直到学成归来 既然这样作为继父也会帮她 给了她一张支票 以后也会定时按月给她生活费 你说你还有什么不满的 白捡了一个供你吃供你住 还供你出国留学的父亲 正当她收拾好行李准备要走 刚好被妈妈撞见 看到她要离开林家 就问她发生了什么事 朱琪琪并没有把她所做的事情告诉妈妈 只说因为继父要让林家一回来 所以要赶她离开这个家 让妈妈记恨上林家一 果然心机的女人连自己的妈妈都利用 晚上朱敏便黑着一个脸对着丈夫 丈夫见状还以为她身体不舒服 随即她拿出一份自动放弃财产的协议书 她愿意跟林家财产撇清关系 只求丈夫不要赶走自己的女儿 这琪琪她利用那个翡翠项链利诱别人 让人帮忙去欺骗依依 去陷害依依 她还诬陷依依的作品是剽窃 所以我才让她离开林氏 总不能把孩子推到门外自生自灭吧 你的教育方式我不赞同 你不赞同别人的教育方式 那你的教育方式还教出了朱琪琪这样的 看到丈夫的态度如此的坚决 既然你要赶走我的女儿 连商量也不跟我商量一下 那么也没必要留在这个家了 随后她找到了自己的老姐妹 梨花带雨地哭诉着 说丈夫太狠心了 怎么能这么对她 都不跟她商量就把女儿赶出家门 孩子能犯什么错 可当初林家一被赶出家门 也没见你这么哭哭啼啼的 朱琪琪刚到了机场门口就看到了妈妈 以为继父也把妈妈赶了出来 于是询问她为什么会在这里 朱敏说为了让她留下来 她签了一份协议放弃林家的财产 她觉得妈妈太傻了 这是属于自己的东西为什么要放弃 她不要再过以前那种相依为命的苦日子了 她不能走 她要带着妈妈回去讨公道 拿回他们应该得到的东西 她理直气壮地质问继父 怎么任由自己的妻子拖着行李箱 一个人在外面乱跑 如果不是她在机场碰到妈妈 而是出了什么意外 是不是她也能这么担心 继父自知李亏也诚恳地跟他们道歉 最后朱琪琪又说出妈妈有抑郁症 听到妻子生病了 继父担心不宜赶紧询问她的身体状况 她自责自己对妻子的关心不够 才没有注意到她的身体 考虑到妻子的病 于是同意让朱琪琪留下来照顾 就这样朱琪琪如愿地留在了林家 这天朱琪琪把林家一叫到了家里 因为林家一的快递站提供了一个热汤服务 她亲手熬了一锅汤给妈妈 让她送去妈妈住的医院 可朱琪琪对着林家一就是冷嘲热讽的 林家一根本不想理会她 只想好好做好自己的工作 这时朱琪琪拿着一锅热汤 正当林家一准备接过手时 她却故意放手 不料滚烫的汤全洒到了继母身上 到了医院后 朱琪琪却倒打一耙 把所有事都推到林家一的身上 如果不是她也不会发生这种事 父亲以为她是不满意这个后妈儿报复 于是对着林家一又是一顿指责 林家一知道继母烫伤自己也有错 所以来到病房给她道歉 继母知道这不是她的错 她看得很清楚是朱琪琪故意放开什么 朱琪琪怎么都想不到 妈妈竟然胳膊肘往外拐 明明她才是妈妈的女儿 晚上心情郁闷的她跟男友出来借酒买醉 这时林家一的朋友找到朱琪琪 说朱琪琪哄骗他们投资了一个稳赚不赔的项目 现在钱都打了水漂 不料朱琪琪却翻脸不认账 本来我们是筹了一笔钱 要帮林家一开公司的 你倒好 为了林家一 你什么手段都做得出来 男友没有想到自己的女友这么恶毒 她接受不了这样的女人留在自己身边 并说以后再也不要见到她 那天朱琪琪经朋友介绍来到新公司应聘 而她不知道的是 这位气质非凡的女董事长正是林家一的妈妈 你可以用英文跟我对话吗 可她以前过的都是穷苦的日子 没有出过国更没有流过血 哪里会什么英文 她看到简历上写着在林氏集团工作过 于是问她为什么要从林氏辞职 朱琪琪并没有说她是被赶出来的 只说林董事长娶了她妈妈 辞职也是因为避嫌 随着又问起了林董事长的女儿 她也没有多想就这样什么都说了出来 说林家一并不是父亲的女儿 然后就被赶出家门了 现在在快递站工作 吃不饱睡不好的 殊不知林家一妈妈早已经知道了一切 就这样她直接被录取了 她开心不已还以为是因为她的才华才应聘上了 第二天她过来签合同 林家一妈妈给她年薪五十万 让她做自己的私人助理 她想都没想就签了 这时她拿出一份礼物让朱琪琪拿给林家一 朱琪琪在想为什么她对林家一这么上心 随后她询问朋友 董事长和林家一到底是什么关系 开瑟琪的中文名字叫赵玄 她想起来这个名字她听过 她刚来林家时还见过她的画像 要说这块儿啊 怎么都没赵玄本人漂亮 没有想到她竟然是林家一的妈妈 她告诉朋友她不能在这里工作 朋友说如果辞职是要赔巨额违约金的 原来她早就知道自己的身份 还故意把合同都变成了英文让她看不懂 这一切都是她设的圈套等着她跳进来 朱琪琪无奈只能完成她交代给自己的事 她把礼物拿给林家一 里面还有一封信要让她当面念出来 林家一 今天是你的生日 为了表示我对你的祝贺 会送一份大礼 这份大礼会让你恢复到高贵的身份 更会让那些纠缠雀巢的狐狸精得到报应 这边林家一妈妈也来到了林家 保姆看到她也是被吓到了 知道这个女人不好惹所以就让她进去了 一进来她就开始喧宾夺主 直接把他们的全家福扔进了垃圾桶 得知她就是林家一的妈妈 没想到她竟然回来了 跟她相比两人的差距太大了 根本就斗不过她 无奈只能给丈夫打去电话 她这次回来就是给林家一撑腰 正当他们没有办法时 林家一来了 林家一的妈妈十几年前就死了 她根本不会承认有这个妈妈 因为二十年前妈妈就抛下了 没钱的爸爸和年幼的她 就算她现在回来补偿自己 她也不会认她 妈妈也告诉她 当初抛下她也是为了出去打拼挣钱 如今她已经是一家大公司的老板了 所有的钱都是留给她的 林家一很伤心 等了二十年的妈妈突然回来 明明很想她 但她却做不到原谅她 陈希也在一旁的安慰她 经过这么长时间的相处 她们在彼此的心里早已经生根发芽了 陈希也终于鼓起勇气跟林家一表白 正当他们情到深处就要吻下去 她妈妈一个手电筒照了过来 第二天 陈希爸爸便找到了林家一爸爸 把林家一谈恋爱的事告诉了她 一个是怕失去自己的女儿 一个是怕自己的儿子高攀不起 就这样两人商量着该如何掐灭这个燃起的小火苗 然而刚好被继母听见林家一就是丈夫的亲生女儿 原来这都是她在考验自己的女儿 到头来还说我的女儿品行不端 你说你有什么好难过的 是你自己的女儿太有心机还怪别人 这时朱琪琪近来看到妈妈在偷偷的哭 于是上来安慰说发生了什么事 她知道不管怎么努力都都不过轻生的 她告诉女儿让她不要嫉妒林家一 以后也不要再跟她做对了 朱琪琪也答应了妈妈 因为她根本没有心情理会林家一 现在林家一妈妈是她的董事长 她设下圈套让朱琪琪签了合同 想跑都跑不掉了 晚上朱琪琪来找林家一妈妈 她拿出一张卡和手上的表放到桌子上 说虽然不够赔偿违约金 但是会马上想办法凑钱还给她 只求她能放过自己 哪有那么容易 当初你欺负林家一的时候可曾有过心软 现在还只是刚刚开始 你就开始受不了了 可还有一件事是她还不知道的 当初给她介绍工作到林家一妈妈公司的石磊 其实是林家一妈妈的养子 是她安排石磊到朱琪琪身边的 这天晚上 她把朱琪琪约到了餐厅 还精心布置了烛光晚餐 随后拿出了一条价值不菲的项链 向朱琪琪表白了 虽然她心眼坏 但是她对男友却很忠心 她也告诉石磊说她心里只有男友黄再远 不料这时刚好被黄再远看到这一幕 朱琪琪没有想到男友还愿意再见她 她连忙上去向她解释 说她只是自己的同事 黄再远连听都不听便走了 这时她才明白 原来是石磊故意把黄再远叫过来的 她不知道石磊到底安的什么心 自从林家一和陈希谈恋爱后 两人每天都过得很快乐 这天陈希带着林家一来到她的秘密基地 她拿出了小时候的玩具 其中有一个叮当猫玩具是她最喜欢的 说原本有两个的 另一个送给了一个小女孩 从那以后就再也没见面了 这么巧林家一说她也有一个 也是一个小男孩送给她的 小时候爸爸每天都忙着做生意 没人陪她玩所以经常哭 隔壁家的一个小男孩便送给了她一个玩具 陈希越听越觉得这个小男孩就是自己 难道那个小女孩真的就是她 林家一不相信缘分会这么巧 回去后林家一就开始寻找 没想到还真的找到了 刚好就碰到了朱琪琪 她希望能跟林家一和好 因为她知道 如果再跟林家一作对下去 没她好果子吃 林家一回到家就拿着玩具给陈希看 原来林家一就是那个小女孩 这天林家一刚回来就看到父亲来找奶奶 原来奶奶是断绣的传承人 于是来找奶奶 希望能把她断绣的传承文化引入林世 可奶奶根本不愿搭理她 林家一见状让父亲先回去 说这个是她来搞定 其实奶奶这是在为林家一打抱不平 她知道林家一父亲对她不好 所以不愿意把自己的手艺交给她 也并不是只针对她 所有对林家一不好的她都不喜欢 晚上她便决定把断绣传给林家一 经过奶奶的细心教导下不分昼夜的学习 林家一对断绣也学有所成 就这样董事长如愿地得到了断绣传承 为公司找到一个新出路 回家后她高兴地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家人 她拿出林家一的绣品给他们看 同时林家一还亲手给朱琪琪绣了一顶帽子 朱琪琪没有想到她以前那么对林家一 林家一还能不计前嫌对她那么好 父亲说公司将筹办一个国粹乐园 还有手工艺传承项目 希望朱琪琪能回来帮她 这边晨曦告诉林家一现在光学会绣花没有用 得有一载体 然后缝在哪件衣服上 这合起来才叫断绣成衣 于是他们找到了末世成衣的第六代传人 可末大爷根本不理他们 因为每天都会有几个人上门求学的 他也见怪不怪了 林家一却不想放弃 就这样每天都守在末大爷家门口 看到末大爷出来倒垃圾 他就赶紧上去翻找 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些布料衣角 他们得知末大爷的老伴不方便出门 经常都是自己一个人在家 所以他们每天都来陪着他聊天 还主动帮忙打扫庭院 末大爷也被他们求学的诚心打动 于是决定把成衣的传承交给他们 最后林家一也以断绣成衣的代表 成为了林氏的合伙人 眼看着林家一成了林氏的摇钱树 林家一妈妈和老乡好的公司却出现危机 于是两人商量着 如果将林家一拉到老乡好的公司云顶 那么他们就能得到了断绣成衣 这天他叫快递寄了一封信给林家一 让他立刻到一个地方 否则就再也见不到他了 林家一以为出了什么事 于是跟陈希赶忙来到他说的地方 看到他安然无恙才知道是他在故弄玄虚 原来他把林家一哄骗过来 是希望林家一跟他再去做一次亲子鉴定 虽然他们没有血缘关系但是还有亲情 林家一想等父亲给他解释以后再说这事 这时赵玄装作很伤心的样子 上去抱着林家一 实则是为了偷偷拿到他的头发 然而父亲打算把他们是亲妇女的事告诉他 当初他做了一份假的亲子鉴定 然后把他赶出家门 都只是为了磨练他 不料这时赵玄打来了电话 今天本来是他们妇女重新相认的日子 现在突然告诉他林家一不是他的女儿 他无法接受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 结果一激动突发心脏病 就算亲子鉴定证明他们不是妇女关系 在他心里林家一永远是他女儿 林家一不知道是谁给父亲打的电话 到底跟他说什么 可父亲最后跟他说了 不管他妈妈赵玄跟他说了什么都不要相信 一定是妈妈打电话说了什么 父亲才会这样 他一定要去问清楚 随后赵玄跟他的老乡好黄志高来了 告诉他之前做的那份亲子鉴定是真的 他不是林世渊的女儿 他不愿相信妈妈说的话 但是他也想把这件事弄清楚 林家一来到病房就听到父亲说 他不相信赵玄说的话 无论怎么样他都会把林家一当成亲生女儿 妻子劝他再做一次亲子鉴定 不就真相大白了 他坚持说不做 因为他害怕到时他们都接受不了这个事实 看到林家一来了 他又平复好情绪生怕林家一看出什么来 虽然不愿接受这个事实 但他还是想查清楚自己到底是谁的女儿 为了不让父亲伤心难过 于是他借着给父亲梳头 偷偷拿走他的头发 就这样他跟着赵玄一起来做了亲子鉴定 可结果竟是他最不愿相信的 鉴定证明他就是黄志高的女儿 这天晨曦又接到了徐止情的电话 他们刚进门就看到了徐止情晕倒在地上 等他醒来说自己没事了 让晨曦他们回去 林家一不放心说留下来陪他 不用 我挺好的 我这不是已经恢复了吗 林家一看出来他的意思了 于是看着晨曦询问他的意见 晨曦却不顾及林家一感受说他留下来 让林家一先回去 你还是回去吧 他好像不高兴 这话查理查气的 刚刚你怎么不当着人家女朋友的面说 他说当初是瞎了什么狗眼 放下了他选择了黄志高 自己是全天下最傻的女人 晨曦说过去的事就让他过去 接着又说让晨曦把以前给他买的那个婚纱送给他 就算是给他留的最后一个念想 第二天晨曦就把婚纱拿给了他 他拿着婚纱说想再穿一次给晨曦看看 难道你觉得晨曦看到你穿婚纱后又回头找你吗 不料这是林家一来了 林家一把徐志晴单独约出去聊 徐志晴一脸得意的向林家一挑衅 说他后悔放开了晨曦 现在他回来了要打算跟晨曦重新开始 他们十几年的感情 他相信晨曦也不会轻易放弃他们这段感情 你说你哪来的自信说这话 论家境背景样貌你哪一点比得上林家一 这天晨曦陪着林家一一起来挑婚纱 这时晨曦看到徐志晴来补他们之前的婚纱 晨曦你怎么在这 我陪依依卖婚纱 林家一没看到晨曦 在他寻找晨曦时 不巧刚好被他撞见两人抱在一起 林家一生气的转身离开 晨曦刚想追上去 结果徐志晴这时晕倒了 来了医院才得知 原来他怀了老男人的孩子 而且他有严重的疏卵管炎症 如果这次的孩子不要 他这辈子可能都怀不上了 随后晨曦便带着他回到自己的家里 林家一知道他再留下来也没意思了 于是他也识趣的给徐志晴腾出位置 于是毅然决然的选择离开 很快林家一父亲得知女儿被晨曦气走了 立即说要接林家一回家 眼看儿媳妇就要没了 晨曦父亲也表示想到了办法 我们家呀 把徐志晴 就当闺女啊 林家一跟晨曦该在一起 还在一起 这行的吗 哪有把儿子前女友当亲闺女的 同在一个屋檐下 抬头不见低头见 回去后他越想越觉得自己做的不对 想想真不该为了一个外人 就把即将到手的儿媳妇给气跑了 于是他找到林家一 告诉他徐志晴怀孕的事 林家一也不是无情的人 如果知道是这样他能不管吗 他气的是晨曦什么事都不跟他说 这边晨曦得到未来岳父的提醒 于是买了一个五颗拉钻戒 直接向林家一求婚 并承诺这辈子只会爱他 看着这个憨憨男人如此的真诚 就这样林家一答应了 自从上次亲子鉴定出来后 他不相信林家一不是他女儿 所以让自己的下属偷偷调查了 果然被动了手脚 他决定跟林家一再去做一次亲子鉴定 经鉴定 林世渊是林家一的99.999%的 生物学父亲 他激动地拥抱着父亲 这场妇女相认经历种种波折 终于等到了一个满意的答案 他们一起来到晨曦家里庆祝 父亲也让林家一搬回家里住 以后家里的公司也交给他打理 这边黄志高的公司出现了危机 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能跟林氏集团合作 那么公司就会有转机 他让黄再远去找林家一帮忙 毕竟他们还是有感情基础的 随后黄再远找到林家一 可他并不是来找林家一帮忙的 而是希望林家一在竞标会上 不要投他家公司 他知道云鼎已经无法拯救了 不想拖累林氏集团 第二天黄志高便精心打扮了一番 然而在竞标会上中标竟不是自己的公司 现在拯救公司最后的一次机会也没有了 气急攻心的黄志高接受不了 直接晕倒在地 就这样云鼎倒了公司也拍卖出去了 现在黄再远从一个公子哥变成了一无所有 林家一作为朋友问他要不要考虑进林氏 可黄再远拒绝了 这点小风小浪他还是经受得起 他想靠自己从头做起 晚上朱琪琪手捧鲜花向黄再远表白 他心甘情愿接受一无所有的黄再远 黄再远很是感动 他也接受了朱琪琪的爱 最后林家一也终于跟晨曦在一起 在这场浪漫的婚礼上 还有朱琪琪他们 今天他们一起举办了婚礼 董事长也借着这场婚礼向妻子朱敏求婚 我们下来不接受 我们下来不接受